来自金门的卢莉莉 2018年来下发展 从部门经理干起 短短三年就成为了 银行支行的行长 多年来往返于夏京之间 是夏京小三通的常客 今年9月开始 夏京小三通 由原来的每天16班次 增加到每天20班次 卢莉莉说出行更便利了 就长了8年的船 然后6点多 其实都会有10班次 我真的是 有时候真的家里有事情的时候 真的就是最后一班船回去 其实都是刚刚好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 我是最大的受益者 七年夏京小三通航线 护航以来 往来夏京的客业船班 已经接近了八线抽市 里客接近150万人次 单日的客流高峰 已经突破了4600人次 其中有近20万人次的里客 经边检的快捷通道 实现了秒数通关 当前厦门正推动落实 金门同胞同等待遇 出台了推进夏京两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普惠化便捷化实施方案 将在下生活的金门居民 纳入厦门市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 这让卢莉莉感觉十分贴心 她说是一家人才会考虑的这么周到 我一直觉得说厦门这一边的医疗资源 包含教育资源 方方面面包含整个经济的实力的部分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我觉得夏京同城 无非其实就是我希望就是 可以让我们进门更好 为了将厦门的好告诉更多的人 现在卢莉莉在工作之余 还自觉承担起了促进夏京交流的工作 作为金门县足球协会秘书长 今年暑假 他专门带着金门小球员 来下参加足球交流赛 希望让这样的交流成为常态 很希望在这边比赛 因为这边比赛 这边比赛可以很有趣 我希望可以交到很多新的好朋友 就是多评次来这边比赛 其实我觉得对小朋友其他的这种 就是对大陆更了解 一开始其实真的很多小朋友 其实他们真的都没有来过 甚至都没有 真的很多家长其实都没有来过 那像我们这一次 像上一次我们带了四五十个 包含家长就一起来到这一边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会感受到 其实就是真的是什么叫做 就是一日生活圈 来厦门已经28年的熊旗 是金龙社区台胞主人助理 因为看好夏京融合发展的前景 2016年熊旗专门将户口 从台北迁到了金门 成为了金门同胞 他说现在夏京两地的基建应联通 正在有序推进中 联通的红利估计很快就能够显现了 夏京大桥一盖好20分钟就过去了 那就已经有很多台报说 他就住在那边开车来厦门上班 很多人都已经在做这样打算 做这样计划 所以就是说期望这个桥赶快好 我们每天看看他 每次经过那边就看进度多少 9月22日 大陆居民赴金门旅游首发团 从厦门出发经小三通抵达金门 受到金门县政府和民众的热烈欢迎 两地民众相信 夏京旅游交流一定会更热络 为两岸交流合作再添新夜 只要是有做观光产业的行业 都会有所期待 这一定是有大大的帮助 而且又等了那么久 路客到金门游 这是带动金门整个经济的发展 很想去金门玩 希望去金门可以更方便一点 金门跟厦门风俗民情语言 什么都一样 过去走一走旅行一下 两岸应该多交往 才能够很好的达成共识